您怎么样看这一回这个梅洛尼 到中国大陆去的行程 梅洛尼他出身意大利的右派 跟中国大陆签一带一路计划的是 当时的中间偏左的联合政权 梅洛尼作为一个右派 在竞选过程要推翻中间偏左政权 他就讲了很多比较激烈的话 其中有一点就是说 他指控这个当时跟中国签一带一路 的中间偏左的政权说 你看你签了一带一路 结果意大利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那开始用一些很难听的语言 去攻击中间偏左的政权 结果他很成功的赢得那些 意大利那些脑筋不太清楚 选民的支持 他也不晓得这个逆差怎么来的 跟意大利有什么关系 他不用去考虑这个 他就都是你左派的错误 左派当然施政也有一些困难 所以他就接手了很年纪轻轻 就当了意大利的总理 他可能是意大利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理 那你现在开始进入厨房 整个意大利问题重生 尤其俄欧战争之后 简直不晓得怎么去转还 以他的能力 他当然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局面 为什么大学关的关 流浪老师 流浪老师失业率节节上升 表面上他的经济成长率0.9%去年 比欧盟平均0.4% 哎呦还高了0.5%啊 可是那是把东欧那些乱七八糟国家摆进来 跟西欧国家比就不能看了 德国里内 没有德国去年还不差 所以法国也快将近一啦 所以到处都看到它复苏啊 就意大利还死气沉沉 而且更严重一点的 意大利的贫穷人口 是这几个西欧国家里面 突然间快速增长了 它增长20% 贫穷人口增长20% 你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讲 都是一个很吃力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产业凋敝嘛 没有从新冠疫情 以及恶物战争之后复苏起来啦 那就要找订单啦 没有订单 你怎么制造 你怎么出口 你怎么服务啊 那它现在 现在有能力提供这些机会的是谁 中国大陆 当然嘛 它想来想去 好吧好吧 我就吞下去吧 我以前把一带一路骂的这样子 我吞下去吧 好 就跑到中国来 当然是要订单的嘛 那中国也跟他摆得很清楚啊 你签证给我们方便的话 我们就可以送一大堆的什么 这个我们的观光客去 不然以前 它那右派的媒体在斗争 左派怎么讲呢 你开放中国的观光客来 都跑去当非法劳工 你也没有搞错啊 中国现在 要当非法劳工可以到美国去啊 对不对 可以取得签证啊不是吗 可是有没有 连美国都找不到中国的 太多的非法劳工啊 对不对 那你说指控中国跑去意大利 意大利没有工作机会 跑到你们当非法劳工 所以有时候都是 飞飞城市乱讲一通 那不可否认 中国观光客去法国比较多 其实意大利比较少 那你要检讨嘛 对不对 以前意大利以为自己是多重要的地方 给中国的观光客签证 好像在对谁 对待第三世界国家一样 那中国观光客 意大利真的是比较少 不像那个泰国 哇 开大门 对不对 欢迎中国观光客来 中国观光客都大手比的啦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它需要在 欢迎中国大陆留学生 欢迎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提振他们的消费购买力嘛 那同时 他讲了很多的什么 什么环保安全 因为现在意大利找不到什么东西 可以卖到中国大陆 大量卖的 好 意大利皮鞋很好 它好强的是男鞋 不像法国很会做女孩子鞋子 像我们几个臭男生 那十年没买一双鞋子 都还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怎么可能去买太多的鞋子 所以意大利很多产业 是这样凋敝的 它在奢侈品方面 竞争不够法国 然后在这个工业产品方面 像汽车 以前意大利汽车很好啊 可是现在不行啦 意大利现在最强的 还是所谓的超级跑车 可是问题是有谁 整天在买超级跑车 就量都不大 这是它的产业面对困难 刚才做奶酪啦 做什么一大堆的农产品 东西还是非常的好 那这个可是 马克宏比较会做人 回去中国大陆要订单 他这个就是来中国大陆要订单 但是我想问一下蔡博士 就是说其实这回习近平也是尊重你嘛 梅洛尼你说你不要一带一路 那我就都不提 然后改成用丝绸之路 丝路精神来做提担 没有啦这个 在习近平眼中 他的年纪不够跟习近平女儿差不多啊 真的啊是差不多的年纪啊 所以习近平干嘛跟他计较对不对 昨天嘛台湾有一些媒体就讲说 哦这个习近平都没有出来 然后没有见这个 梅洛尼 什么习近平在生气 我心里想习近平这个大人大量 怎么会跟他的小女生计较这个东西 你不喜欢一带一路啊 那我们就二带二路好不好 就他一直讲思路精神啊等等 那梅洛尼当然知道嘛 他当时是为了竞选 有时候 这些民主国家竞选过程里面都不顾大局 胡搞瞎搞 对他为了要斗凑当时中间偏走的政权 所以中间偏走的时候的政绩一看否认掉 那现在说不回来啦 说不回来对习近平丢一个我们思路精神 梅洛尼没有那么年轻啦 几岁啦不是30几岁 梅洛尼47岁 看不出来啊 对啦人家保养得好 看不出来 一般来讲 这个习近平才32岁 这样子啊 对对对 那差15岁 好但不可口容接回 其实习近平跟梅洛尼他们两个人见面 气氛关系是蛮好的 问一下这个李大致 习近平不会跟你计较的来者是客 而且习近平是当时也是主动邀请他来嘛 对不对 就是说我要为你办一个国际精品展览会嘛 帮你促销在中国大陆 哪一个国家会开这种进口品的帮你促销产品呢 就表示对你够友好的啦 我想免到你回去自己慢慢想一想 会偷偷摸摸的把一带一路的具体方案还是慢慢恢复过来啦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李大中老师 这回其实有两个人在会谈当中 也有特别讨论到了俄乌战争 另外还包含了中东局势喔 好当然这个梅洛尼有认证喔 其实在很多问题上 中国大陆都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一个重要对话者 好这个是路透有报道喔 这个梅洛尼跟习近平在北京会晤期间就讨论了很多世界上很重要的局势喔 还讨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我觉得梅洛尼喔 就像刚才委员所说 他在上一次大选期间他 给人家说的感觉是非常右翼啦 的确他所带领的意大利兄弟党是右翼民粹 但他就任之后可以看到我觉得他的方针 真的实际政治还是比较务实 也比较灵活喔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刚刚讲喔 意大利是在哪个时候跟中国大陆牵一带路 是在孔地政府时期 是在2019年5年的这个合约嘛 那之后德拉吉政府其实已经对意中关系 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他用了好几次所谓的黄金权利 把一些中国大陆要收购意大利的重要的产业跟企业 他说这个危害到国家安全不行 到了梅洛尼刚上台的时候大家会说完蛋了 中意关系 但大家有没有印象 在2022年11月 在印尼巴黎岛集团的峰会的时候 当时梅洛尼跟习近平的见面 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是有点疏忽意料 好像对话气氛还不错 而且当时就说 梅洛尼就说他要访问中国大陆 硬要访问中国大陆 那这次成型 那这次刚好时间点是 中意这个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周年 我觉得所以梅洛尼的想法 我觉得他还是很务实 在商言商 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大陆 在经贸上的帮助 跟商业上的机会 那对北京而言 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一个弹性的空间 即便你不再续签这五年的备忘录 但是我跟你之间 还是很多地方可以谈 因为现在是 意大利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也超过150亿欧元 企业相关的至少1600家 而且仿制机械工程 制药能源 重工业领域 这些其实双方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就是双方投其所好 北京展现出他的一个弹性空间 那梅洛尼就是顺势我要去做生意 所以他的讲法说是很重要的对话伙伴 我觉得是一个充分务实的展现 所以跟一般大家所预期的 他这个政府应该会在 不管是对俄罗斯对中国大陆 非常的这个不假辞色很强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 是有很大的空间在里面 双方都有互利 亮哥你觉得现在中意两国之间的关系 算是破冰了吗 其实极右翼 就是国家利益导向 中国大陆跟宣派力很好 澳班也是极右翼 所以坦白讲如果极右翼 应该是不受北约跟欧盟制约 是以意大利国家利益为主 那这样的倾向中国反而好谈 因为中国大陆烦的是 那个自以为代表整个西方 那自以为比如说佛德拉恩那种 就是就认为美国关系很重要的那一种 那梅洛尼不是这样的人 梅洛尼其实跟俄罗斯关系也很好 他只是因为他在G7里面 他会受到压力 那现在因为他也蛮鬼银金的啦 那G7除了他之外 每个人都快倒了 所以他的自主性就出来了 事实上他欧洲议会的选举 选得蛮不错的 那他的意大利兄弟党还拿到38%的票 就整个右翼联盟 所以他事实上是现在欧洲仅存的 比较大一点的国家 这个说得上话的人 就是他的政权是稳定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蔡委员讲的很对 他现在就要帮意大利的经济找一点出路 那中国大陆也很务实 因为中国大陆知道跟美国的竞争是没有减的啦 所以当然想要稳住欧洲嘛 那稳住了法国之后 现在德国也要改组之中 明年9月要选举 那里面插了一个绿党的外交部长 那也很难搞 所以当然先稳住意大利再说嘛 所以我是觉得刚好 在外交的逻辑上 双方也是一拍即合啦 那事实上他退租一带一路 那也是G7的压力啦 所以那个也不实质啦 那反正既然就改口叫思路精神啊 那另外来搞一个三年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定 那反正能够呛前走就好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